Hello 大家好 我是Cynthia 欢迎你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里面我想帮大家梳理一下很多家长都关心的问题 就是我的小孩应该什么时候出国 如果你有出国念书的想法 他应该是早一点送还是晚一点送 每一个阶段送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在这个视频里面我就把我的一些小的经验跟经历分享给大家 首先如果你的小孩子想要出国留学的话 你肯定是需要过一个东西叫语言观 如果你的目的地是英文类的国家的话 你的英语就必须要达到一个可以学习生活跟交流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年级越高 它的难度肯定是增加的 因为它是有学术英语在里面 不是说你只是会日常生活的英文用语你就足够了 学术英语又是另外一套东西 所以它如果年级越小来的话 它肯定接触起来比较容易 因为小孩子本来语言的学习能力就是处在它的最佳状况 如果你长大甚至成人之后再来接触的话 那肯定会有一定的劣势 你在学会这些东西的方面肯定是不如小孩子那么快的那么快速 好 但是如果你很小的时候出来 那到底要多小 如果是比如说像小学阶段 一般一年级开始这样的到六年级结束这个小学的阶段的话 很多家长认为至少要把小学读完之后 把中文的基础打好了之后再出来 那么出来之后你的中文是有一个母语的基础 然后你学习英文的过程也会比高中以后或者大学以后的话 要来得快 因为你刚刚开始上初中 然后这样的小孩就是半大不小的小孩 他学习能力 语言方面的能力也不差 所以很多家长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我在此不评价任何的这个时间点到底哪个好哪个坏 因为每一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 你一定要根据自己家庭的生活上的安排来确定学习上的安排 其实很多家庭是反过来的 确定了学习上的安排 再来反过来去规制自己生活上的安排 来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会为了小孩学习这件事情而分隔两地 比如说妈妈先带着小朋友来外面去读书 然后爸爸继续工作 这样的状况实际上是你把学习跟生活的先后顺序换了一下 但是在我看来 我觉得生活的排序肯定是优先于小孩学习上学这个排序的 我们肯定先要以家庭的生活规划为主 你要怎么样生活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对小孩来讲 他有一个坚强的后顿 就是他的家庭非常稳固 父母在一起是最好的 所以你一定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要从这个方面来讲 第二个就是关于时间方面 那早来有早来的好 晚来有晚来的好 其实这个东西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早一点来的话 就像朋友们了解的那样 你的英文的水平还有发音肯定是更地道更好 但是相对而言你就会面临这个学中文的挑战 因为我们的家庭都是说中文的 所以我们也要想小孩子至少会有听说读写这样四个基本的中文能力 在他长大之后能够熟练的使用双语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如果小孩子晚来的话 你的中文是非常扎实的 但是从三四年级开始 这边的小学的课程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度的提升 他每隔两三年换了一档的难度之后 你的小孩想要融入进来学英文的话 它是有困难的 不是说你在国内比如说补一些英文的课外 看一些课外书 然后补一些补习班 这样就能够轻松的达到的 其实我观察了很多朋友刚来的这些小朋友 他们的成绩也是非常好 家长也是非常重视教育的 在国内也一直坚持在学英文 但是来了之后还是会有一个难度 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文化上的一个差异 所以他上课的方式不一样 小朋友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他还需要一个重新来的调整 那么这个过程你拖的越长的话 他跟这边接轨的时间就越麻烦 他所面临的压力肯定就越大 所以家长一定要搞清楚 没有一个实权实美的办法 但是我所建议的就是 根据你自己家庭生活的状况来 如果你想要两个人分开的话 其实还不如在一起选一个 你们都可以同时在的城市 或者是地方地区也好 你们就在那里好好的生活 因为你的家庭带来的安全感 跟教育的一个最主要的家庭教育 比学校带给你的更多 所以家长一定要帮小孩子 做好一个这样长期的生活规划的话 首先要把自己的生活规划做好 因为只有你稳定了 只有你的家庭稳定了 你的整个所有的生活才能配合起来 去更好的去支持他的学习 那么如果是小时候来的话 面临学中文的问题 这也是个让非常多家长头疼的 但是现在好在是有互联网的时代 你不缺任何的学习资料 你也不缺任何的资讯 所以其实在这边的话 你只是换了一个城市生活 但是你能接触到中文的渠道 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网络上有很多剧 有很多课程 很多网络课 包括很多大型的培训机构 他们都是有网课的 你是都可以去主动的去找到 中国母语的老师 去说中文去学中文 然后当地华人的社区 很多也是有常年的中文培训班 这个都是很方便 能够找到的 最重要的就是家长 到底有多坚持这件事情 而且让小孩子创造了 这个机会去用它 很多家长只做了前半步骤 就是说我已经给他学了很多了 但是发现没有舞台可以用 所以你就要帮他找到 这个舞台去使用这个技能 如果他没有兴趣 一直用下去的话 他就很难坚持学下去 因为他觉得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 是用不到这些东西的 那么第二个英文方面 如果是想要出国念书的 哪怕是你现在在国内 然后你读完小学读完初中 你有这个计划要出国读书的话 确实英文方面你要多下功夫 专业进去这个本学科需要用的所有用语 你才能够非常完善的去理解到这门课的精髓 这门课想要传递的知识 它并不仅仅是日常用语这么简单了 所以这个英文的话 学科类跟生活类 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说英文的时候不要怕有口音 因为很多人很介意 就是你到底说的是美式英语 还是英式英语 或者说你说出来是有一股什么 别的地区的口音的话 其实这个完全完全不要介意 你说语言的最根本最核心的目标 就是要沟通传递你的想法 跟表达你自己 还有说出你自己真正的内心的一个思想 这个东西的话是远远比你的口音更重要的 一定不要怕去说 要去主动的用出来 用错了也没有人会取笑你 也没有人会去让你很尴尬 因为在各个学校里面 你接触到的有可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跟家庭 小朋友们都是来自不同母语国家的 然后又聚在一起用英文开始学习新的东西 所以每个人说话多多少少 有一点口音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你千万不要觉得尴尬 所以你用了这个心态调整之后 你可以再去很自信的用英文去讲述自己的观点 跟内核的话 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了 因为你已经迈过了这个 觉得自己会有可能说的不好 这样很尴尬的一个场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你要出国出来读书的话 确实是一个长久的规划 那么这个东西越早规划越好 就是看你最终的目的 你到底是想在哪里生活 还是说你只想感受一下 每个家庭的目的不同 所以你设置的目标 给自己提的要求也是不同的 但是我就祝福大家 在plan这个未来学习生活的道路上 一帆风顺 然后把自己真正想要的能够拿到 把自己真正想要去走的路 能够好好的走完它 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经历了 好谢谢你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你分享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